维粉姐姐开始大破房了 哥哥Vlog今天第七集 我们的脱姐终于受不了了 说哪有人这样的 法国去了才几天 这Vlog都跟了多少期了 感觉别人新婚旅行都没有这样发过Vlog 去个瑞士恨不得更新到天荒地老 咱就说这位脱姐 你是不是被今天Vlog里面的牛给刺激到了呀 脱姐请淡定 看看小事后续 这要是一直更到弟弟生日前 到时候再哭也不迟 哥哥刚刚更新动态 发了变身动漫为奥运健而加油 不过这动漫咋还自动识别探烧兔爪呢 终于知道今天视频为啥好多远景了 因为胖是自行车骑不动 哥哥还一直在鼓励胖是 但是好像没啥用 胖是这喘得好厉害呀 赶路 走了赶路了 来不及了 快快快快 就是说王大锤怎么能忍住不秀呢 今天新鲜的出席活动的香波波 哇真的是又酷又帅呀 有没有发现他今天又戴了戒指 妈呀还是无名指两只手 天哪这都多少次了 无名指戴戒指 恨不得告诉全世界遗欢勿扰 你看他只要故意撂一下衣服 明晃晃的露出来 就怕我们看不到 拍都给我拍戒指 有没有发现孩子好像白回来了 果然啊只是黑着娃娃 我去这生涂怼脸 这水灵灵的小脸也太嫩了吧 感觉很Q弹 上一秒还是冷酷暴映 下一秒又被可爱上了 其实每一个场所我都很喜欢 游戏厅然后包括图书馆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Core Crush剧场里 法国艺术家表演的舞蹈 讲述的也是有关相遇的故事 我很喜欢 妈呀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哥哥竟然更新抖音了 哈哈怎么还有参考兔爪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能不能有点边界感 原来一波在等待上台的时候 在玩游戏机啊 参加完活动就脱下皮衣 配色T恤搭配Coco Crush项链 简约又时髦 这位女士请你控制一下自己 好吗 好多人在拍一波 怎么感觉男是更多呢 皮衣脱了拿在手上 真的好拽 波波又被摸了 然后被小黑看到挡了一下 你们这些人有点边界感好吗 白色 波波一只手戴着健康手环 另一个应该是品牌冲突 所以没大 快看这个没带手表的手腕 哎呀都晒出印子了 看来你去哪都带着 波波真的超级乖 别人都在热聊 只有他在扣手手 然后嘴抿着 很拘谨的坐在那里 看来平时被你调教的不错 是你的乖宰宰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 俩宝都来撒糖了 看弟弟今天又是两个无名纸 都戴了双戒 他前两天也是两个无名纸 都戴戒指了 男生左右无名纸 都戴了戒指 代表已经结婚 也代表对爱情的忠诚和承诺 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 所以王老师最近都这样戴 堪比官宣了 而笑那个战今天发的Vlog里面 也处处都是王医宝 开场就是八头牛 近年有超过200种的木制玩具 而他也只选牛 连自己的羊玩具都不看一眼 就像上次这个盘子 有50多款图案 而他只选了猪 连有钱都不选了 还有这几百种雕像中 他也单只选了制作维纳斯 所以不管是猪 是牛 还是维纳斯 都是笑那个赞的老公 看今天的视频里还有三只狗 这更是像老师的狗仔仔了 再看视频的最后 还出现了W和X的英文 这跟报名字有什么区别 你俩现在真的只差 晒个结婚证出来的了 你俩要这么玩 我可就又磕到了 刚看到有人说 伊伯要代言猛牛的每日鲜语 仔细看这个瓶子 有没有很眼熟 他真的像急了小事发的 周末见的预告图片 所以笑老师又在敲咪咪家属是报喜吗 合着让我们猜来猜去 就是你们play中的一环呗 还有姐妹解释为啥战歌会带鱿鱼鸡 说是因为俩宝一起投资了鱿鱼 有姐妹补充这个听到的是 当时有资方撤资 小宝那边干脆就自己参投了 小宝参投肯定也是跟大宝商量过的 所以可以理解为两人投资了 这就解释通之前说 尔岛带着小宝一起学电影的所有流程 尤其是带着他看景 如果没有投资 导演怎么会带着演员去选取景地 也对上了之前有人说小宝在学剪辑 难怪一提人鱼就像戳了尾粉废管子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是俩人投资的 笑没了 争主CP挠起来简直和我们一毛一样 就在这里他莫名其妙地拍了商店 先是老拓家的 然后镜头一晃又拍了旁边的老骨家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晃那么一下吗 因为在俩品牌之间加了一个香奶奶 说真的啊 这像不像你逛街 突然看到安踏跟李宁挨着 激动地拍下来 然后分享给群里小姐妹的样子 你要真的避险 你完全可以不拍 对吧 偏不 还有这个文啊 总觉得熟悉 这不老玩歌词吗 什么赶了很久的路啊 做了很长的梦啊 沿途的快乐啊 而这一刻 赞赞驻足 看了落地 他会继续前行 这和当初他的小作文也对上了 原来这个小动物的品种这么多呀 我还以为只有牛呢 就和当初的小猪鼻子盘一样 是吧 CP脑老肖 哈哈哈 哈哈哈哈